进入机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湾区航空 随后是一架正在滑行当中的国泰航空的A321neo 然后就是各种停场的国泰航空的飞机 在香港机场等待了近两个小时之后 我的航班于北京时间下午2年42分推出 我的上一次出国旅行也是近香港起来 所以你看到今天想要机场如此萧条 真的希望一切可以恢复正常 Cabbing crew to our take-off stations,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fasten your seatbelt and drop your mission, thank you 那就简单的说成再见了,也不知道下次回来是什么时候 那就简单的说成再见了,也不知道下次回来是什么时候 起飞后没多久就看到了生活了四年的澳门小岛 真是无比的怀念呢 在经历了三个小时的飞行之后 于当地时间下午5点44分到达新加坡张义机场 然后就是在张义机场等待了近六个小时 刚好旁边停了一架777 那就浅浅地跟它合个影吧 顺便附上两张新加坡的夜空 一觉醒来已经是欧洲大陆的清晨了 我的航班也即将到达哥本哈根 在张义机场等待了三个小时的飞行之后 我的航班予于丹麦时间 曾经6052公路地铁 只是祭祭年前年圣诞节之后 我又一次到达哥本哈根 然后就是开启未来两年的研究生生涯了 其实还是蛮兴奋的 因为又一次来到欧洲大陆 希望未来两年我可以更新一些视频 来记录一下自己在北欧的流程生活 那就这样了 拜拜